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这堂课我们接着来讲一线疾病 一线疾病呢 咱们最为熟悉的肯定是一线炎 当然我们这个外科组织医师当中 肯定不光只考这个一线炎 还有考一线癌等等等等 其他的一些疾病 好 那这部分的内容的话呢 应该说算是高频考点 但是呢 它的难点呢 还是有一些的 好 抓紧时间 我们赶紧开始 那首先第一部分的内容呢 就是一线的解剖和生理 那这份内容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对于我们后续的支点的理解呢 还是有点的帮助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那首先它的位置的话呢 在第一和第二腰椎的前方 这个只做了解啊 至于这后边呢 讲了半天 大概讲什么呢 它就是在后腹膜 这个一线呢 属于后腹膜的脏性 那么至于它这个一线呢 它解剖分为头部 颈部和体尾部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简单的给它画张图 我们把它的支点呢 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这是我们的胆管 对吧 那这是胆男管 这是胆子管 胆子管和胰管呢 共同开口于一个叫做 威特尔虎府的地方 这个威特尔虎府呢 也叫欧体式扩约肌啊 那开口于十二指肠乳头 那这是食管 那这是胃啊 这是十二指肠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胰头部 那这是胰头部 这胰头部呢 被包着在这个十二指肠环内 其下缘呢 有一小部分呢 向后向上突出 包扰着这个肠心膜上动静脉 把这个位置呢 把它称之为一线的勾部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般不会考啊 什么勾突什么东西 它能出题目吗 它不会出这种题目 因为这种解剖的题目啊 虽然出出来呢 非常的难 但是呢 一般不会考 为什么呢 因为考相关专业知识的同学呢 各个专业都有 不光是普外科专业的 所以呢 如果一到题目出的太过于难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有些同学他就 我从来没见过 那就是很多同学不会做 一干子打完一传人 这种题目的话呢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好 那么至于这个一线的颈部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正好是在长肾膜上静脉和门静脉的分界处 这个地方倒是可以考 因为它不是特别难 不像这个地方说这么老长 谁能记得住呢 对不对 所以将来考上问的颈部在什么位置呢 就是长肾膜上静脉与门静脉这个分界处 好 这个题尾部的话呢 因为分界不是特别清楚 而它又跟这个脉门相连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上 你看我们有个术式呢 叫移体尾加脉的一个切除啊 就这么回事 这个了解就可以了啊 至于这个移管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移管 移管和这个胆管呢 会共同汇合在这个威特胡府 威特胡府这个前方呢 就是欧利尔阔跨跃机啊 也就是开口于这个十二指上的乳头 对吧 那么至于这个地方呢 还有什么副移管 副移管的话呢 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 副移管顾名字就是单独开口的一个移管啊 这个并不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血功和淋巴引流 这个呢 不是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什么特意性的知识点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考虑啊 顶条会出这么一道题 请问你啊 移十二指上上动脉 来源于是谁 你就把这个打出来 为十二指上动脉 然后再问你 下动脉来源于是谁 来源于长期末上动脉 它就考这么一个题目 但这种题目的话呢 我们没必要 现在就去把它记下来 因为这个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 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技巧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 也不可能说拿个什么顺口瘤 因为这个顺口瘤的话呢 你会发现都长得差不多 没办法顺口瘤 所以如果同学们不放心 可以考试之前呢 我们把它看上一眼就行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没必要 现在疯狂的去背它 去记它 没有这个必要啊 包括这个淋巴回流呢 也不是特别重要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么关于这个移线的生理功能 我们都知道移线呢 它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线 既然是消化线的话呢 它肯定是一个线体 线体的话呢 它肯定就具有分泌的功能 当然这个移线呢 它既具有外分泌功能 又具有内分泌功能 所谓的这个外分泌功能呢 就是分泌移液 那内分泌功能呢 就是我分泌我们非常熟悉的 胰岛素 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激素啊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 这个移液的来源呢 主要来源于这个 线泡细胞和 移线的导管管壁细胞 这个支持点的话呢 我倒觉得啊 对于我们后边的移线癌的理解呢 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移线癌的话呢 它既然是移线是这种线体 所以它最为常见的这个组织区分析是什么呢 是线癌 但是具体是哪种线癌呢 叫做导管细胞癌 为什么是导管细胞癌呢 因为移液的来源呢 来源于移线的导管 那这样我们不就把它记住了吗 至于它的量的话呢 因为带数字 带数字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考虑这个数字 750到1500毫人每天 这个数值呢 请同学们有个印象啊 那另外呢 这个移液呢 它的成分呢 那肯定是减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胃液是酸性的嘛 那衣液肯定是减性的 酸碱才能中和嘛 所以它肯定还有碳酸心炎 还包括各种各样的酶 那这些酶的话呢 回头我们再讲 一线炎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它 比如说像淀粉酶 胰蛋外酶 糜蛋外酶 脂肪酶和磷脂酶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 对吧 这个回头我们后边再说 好 那关于它内分泌功能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给它总结了这么一个表格 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里面的内容 同学们会觉得 哎呀 这个地方太难了啊 在这地方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同学们别着急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首先明确一点的是啊 就是我们考试的重点呢 应当是在于这个大纲要求掌握的疾病就行了 比如说我需要大家掌握的是B细胞 G细胞 A细胞 这个D细胞 还有这个EC细胞 这几个就可以了 有一些没有特意对应的疾病的 其实就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比如说这个B细胞呢 它分泌的是胰岛素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B细胞胞胰岛素 那A细胞呢就是 胰岛血糖素 因为整个相反嘛 你看这个A A的话呢 你看像不像攀登那个高 非常高的那个山峰那种感觉 所以A呢我就想到它比较高 就是高血糖素 那这个B细胞呢就是 低血糖素 低血糖素不就是胰岛素吗 对吧 那这个胰岛素太多了 那就会导致一个疾病叫胰岛素瘤 这胰岛素瘤呢 后面我会讲到它 它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灰盆三连症 好 那这个G细胞的话呢 它分辨的是醋胰岛素 这个醋胰岛素的话呢 它就会导致胰岛素瘤 很多东西就是说 这个东西怎么记呢 我是这么记得 你看这个字母G 它跟这个胰啊 长得很像 对不对 你看都长得很相似 所以呢 那自然就是醋胰岛素呗 那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胰对应着这个G 就搞定了 那这个东西多了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叫做 卓爱综合征 这个等会我们会讲到它的 这个卓爱综合征呢 从这个字面上去看啊 它是醋胃 醋胃泌素多了 也就是说 它会导致我们这个 这个胃液非常非常多 就胃酸特别多 那它是不是会出现溃疡啊 是的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一细胞 第一细胞就不是特别的重要了 它分泌的是叫做 血管活性常态 了解就可以了 但是D细胞比较重要啊 这个D细胞分泌的是生长抑制素 这个怎么去记呢 我是很好记 因为D它的谐音正好是D D的话呢 就是生长抑制素 抑制了以后不就D了吗 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啊 所以它对应呢 是这个生长抑制素瘤 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PB细胞呢 分泌的是一多态 这个并不重要 我们去管它啊 但是EC细胞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它正好对应呢 是我们讲的那个肋癌 还记得吗 蓝胃疾病里面讲的肋癌 它能够分泌五腔色胺 而五腔色胺的话呢 是一种神经地质 所以呢 这个肋癌呢 之所以会出现肋癌综合症 就是因为这个五腔色胺多了 我们要知道这个就行了啊 当然可能同学可能就说 老师这东西怎么去记呢 我是非常好记 你看它既然叫做五腔色胺 这个ABCDE 这个E呢 正好是第五个字母啊 然后这个五呢 就正好跟E给对应上了 你看这本 我们不就把它给记住了吗 搞定了啊 好 行了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胰腺的先天性疾病 第一个呢 叫环状胰腺 这个环状胰腺怎么回事呢 听这个名字 感觉好像这个胰腺呢 是一种环状的结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 咋回事你 这这么回事啊 简单的画张图 你看啊 这是我们的胃 这是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是降部啊 那这个地方叫水平部啊 这个地方是生部 对吧 它是这样的 所以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胰腺的话呢 它长在这个降部 这个威特胡斧啊 威特胡斧 就这个地方 它这个在这个 十二指肠这里面 长了一圈 长了一圈 按理来说 这个胰腺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被包扰 这个地方 但是它现在把这个 十二指肠转了一圈 那转了一圈的话呢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啊 那出现什么问题呢 那十二指肠是不是就会受压了 对吧 那十二指肠受压的话呢 这个胃里的食物就下不去 胃里的食物就下不去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这种呕吐的表现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疾病呢 其实毕竟不是特别多见 非常为人罕见啊 所以呢 多数呢 我们也就看不到它 就见不到它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也预见不了它 那至于它的其他的表现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位置啊 它这个位置啊 是在这个威特胡斧的水平 而威特胡斧的话呢 我刚才前面讲了 它正好又是 共同通道的死在地 就这个地方呢 就叫威特胡斧 对不对 所以你压迫的 既然是威特胡斧的这个位置 那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威特胡斧 从而导致这个黄胆的发生呢 当然有可能 所以这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至于治疗 我已经反复跟同学们强调过了 只要是先天性的疾病 我们就必须手术治疗 至于这个手术 到底怎么去操作的 其实吧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我们要简单的看一下啊 因为它这是一个耿祖的一个疾病啊 我们说的 只要是耿祖的 我们肯定要想方设法的解除这个耿祖 或者你改一条道 你这边过不去了 行 我坏点道过去 可不可以 也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耿祖的部位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测测吻合 为什么可以做这个手术 明白了吧 那如果有合并这个胆道的耿祖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空肠 胆总管的一个吻合 做个入外 哎呀 有人说这怎么回事 其实吧 你也甭想的太复杂 特别是我们同学们 就对于这些术士啊 就是感觉很容易困惑的时候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但凡只要是这个 肠道发生耿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测测吻合 但凡只要是胆道发生耿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胆肠吻合 就完事了 因为啊 道理也很简单 这个胆道怎么着 最终它都是汇合到肠子里边去了 同学们你说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应该没毛病吧 哎 是的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既然胆道发生了耿祖 那行 那我就做一个胆肠吻合 不就完事了吗 哎 搞定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意味一线 这个意味一线的话呢 就跟前面这个环状一线就不一样了 环状一线非常非常的罕见 但是它较为多见 它怎么回事 听这个名字 我们就大概知道 就相当于这个一线呢 不是一线的组织啊 不是长在这个一线里边 而长到别的地儿去了 对吧 那长长耗发的这个位置呢 位于十二指长 位空长回长 这些地方呢 都可以长 当然长在什么地方呢 长在这个基层层或者年龙下层 当然也可以耗费先天性的 这个回长西式里边 当然这个值点本身并不是特别重要啊 顶天这个地方可以考虑道题 下来哪个不属于 意味一线的耗发部位 A十二指长 B位 C空长 D回长 E再给你来个肝脏 我们把肝脏给它选出来就行了 但其实这东西也是蛮好记的 同学们会发现啊 其实这个意味一线耗发的地方呢 正好都是胃肠道里边 对不对 而且呢 确切的讲呢 是这个胃和小肠里边 为什么是胃和小肠 因为胃和小肠离这一线比较近吧 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那至于它的临床表现的话呢 其实吧 它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呢 如果说合并的疾病的话呢 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相应的症状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因为有这么一句话 在一线的任何的疾病 一线的任何的疾病 均可以发生在一位一线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啊 你一线能发生什么疾病 那我这个异位的这个一线 也能发生什么疾病 比如说那一线我们刚才说了 是不是可以出现那个什么 胰岛素瘤对不对 那这个异位一线 有没有可能发生胰岛素瘤啊 也有可能啊 所以你想 特别是发生胰岛素瘤的时候 就胰岛细胞瘤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正常的一线发现不了肿瘤 那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 有异位一线的可能性了 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至于这个其他的治疗的话呢 没有症状 我们可以无需处理 因为没有症状 就不用去特意去管它吧 但是有症状的话呢 我们就要手术给它进行切除 反正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先天性的疾病 那咱就手术切除 行了 知道这也够了啊 好 接着来看急性胰岛炎 这个疾病呢 应该算是我们作为熟悉的疾病啊 现在呢 我们都可以说出它几个特点出来 比如说这个疾病的本质呢 是一个自我消化的疾病 那可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自我消化呢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了一个胰霉被激活的过程啊 所以它的本质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枚激活 一枚激活之后啊 从而导致一个自我消化 它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呢 在诸多的原因当中 最为常见的原因呢 当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胆识症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如果考A型题的话呢 确实是可以考一个最为常见的原因 但是也可以考这种题 请问你下来哪个不属于急性胰岛炎的病因 它还考这样的题 所以这一堆的东西的话呢 就非常郁闷了 那考试的时候 咱可不一定都能把它记住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个类 我们就能找到它相应的规律了啊 比如说像胆识症 这胆识症怎么回事呢 胆识症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是有个共同通道受阻了 对吧 开始呢 我们讲这块解剖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它了 实际上呢 就是共同通道受阻 比如一个石头掉下来 嘎嘭一下 把这个欧地 扩越基这地给堵住了 从而导致这个 线的这个胰液呢 没办法分泌出来 然后胰为激活 胰为激活的话呢 自我消化 就是这么一个发病的过程 但是呢 还有些其他的原因啊 比如说像这个 胰管的堵塞 其实胰管的堵塞呢 从某种医义上来说 跟这个胆识症 其实是一码事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这个胰管堵塞 线的一页分泌不出去 自我消化了 对吧 那再比方说 还有些其他的啊 比如说你像这个 高钙引起的这个胰食症 这个胰食症的话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页分泌不出去 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性的啊 好 再比方说几个例子 你像一元性的 ERCP ERCP 也就是内境逆行 胰胆管造影 这个怎么回事呢 这个其实是从这个 欧地尔科技这个地方进去 你从这个地方进去之后呢 它局部肯定会有一些 就是损伤 有可能会出现损伤 有可能出现损伤的话呢 局部的话呢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水肿 所以就通常来说 也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种堵塞 但是呢 并不说所有的ERCP 都一定会导致损伤啊 只不过说 我们说这是其中的 一个可能的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还是跟大家说那句话 这ERCP 很常考它的适应证啊 经常考它所带来的后果啊 将来考我问你啊 回头哪个检查 可以诱发疑险炎 那就是它了啊 当然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其他原因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说酗酒和暴饮暴食 这个呀 应该说是次常见的病因 和最常见的诱因 所以回头问你 最常的诱因是谁 那它 而且次常见的病因呢 也是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酗酒呢 和暴饮暴食啊 我们都知道 食物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刺激这个胰腺的分泌 胰腺分泌的话呢 这个胰腺大量分泌 呼吸一下 这个时候呢 一下子这么东西进来之后啊 它可以导致 O-D值扩维基的金卵 所以它也会导致 这仪管发生这种堵塞 当然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就相当一条马路一样的 如果一下子很多车 哇往那拥 那这个马路 是不是会发生堵塞啊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很好理解啊 当然了 酒精呢 也可以直接损伤这个胰腺 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 那至于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原因 包括各种各样的病毒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激素药啊 这个值点 我们就最一了解就行了 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好 过 好 关于它这个后期病情加重的一些因素的话呢 这个讲了这么几个因素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第一个是感染 感染不说太多 还是那句话 感染是万恶之源 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感染呢 哎 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腹腔的感染 那要么就是格兰士阴静杆菌的大肠 要么就是艳阳菌 你看又是它了 你看全都是有异曲通工之妙的 那还有呢 就是像这个炎症因子的激活呢 可以导致多气管功能障碍 这个其实这个原因呢 我们也在这个多气管功能障碍里边 跟大家说过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啊 其实这个我们所谓的多气管功能障碍 综合症 其实从某种医生来说 是因为这个炎症啊 因子所释放所导致的 因为炎症因子一方面可以消灭病原体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它也会损伤我们正常的脏气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往后过 好 关于它的灵状表现 它的灵状表现的话呢 其实同学们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 持续性的上不痛 没错啊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人暴饮暴食之后呢 出去了上不痛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两个疾病的可能性 一个是消溃的窗口 还有一个呢 就是急性一线炎 可是这俩病 我们究竟如何去区分呢 其实也是蛮好区分的 比如说像个消溃的这个窗口吧 那既往的话呢 应该会有个反复上不痛的病史 而且的话呢 这个窗口还会出现我们非常熟悉的 肝卓阴界缩小或者消失 但是这个一线炎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暴饮暴食之后 出现持续上不痛 那通常来说就是它了 好 那么至于它这个病变的部位呢 和它的腹痛的这个性质呢 还不太一样 比如说呢 像这个疑体尾的这个病变呢 它是左上腹的一个疼透 很多同学可能就会说 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原因很简单 简单的把这个图呢 给大家画一下 我们就能找到它的原因了 好 那这是食管 这是胃 那这是十二指肠 对吧 那这是肝 对吧 那肝这个胆道呢 就从这个地方进来了 对吧 那这是疑管 好 所以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振中线 那这个疑体和疑尾的话呢 它是站在哪边的呢 这边是左侧 这边是右侧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位上 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疑体尾的话呢 它是在左边的 所以当然就是左上腹的疼痛 这个太好理解了 所以很多东西 一张图片 我们就能够解决啊 至于这后边呢 会出现这个腰部和左肩部的一个放射 那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你长在左边 当然往左边放射呗 那至于为什么往腰部放射 原因很简单 刚才咱说了 这个一线是属于后腹膜的脏器 所以它当然往后背 后腰部这样放射 这太好理解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体部 体部的话呢 是不是靠中间的这一点 对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上腹部疼痛 而一头的话呢 是不是靠右侧啊 所以就是右上腹部的疼痛 往这个右侧的腰部 和右侧的肩部放射 你看这个道理 我们是不是通过一张图片 我们就全部搞定了 对吧 所以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个儿去画图 画着画着 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的啊 所以今年的这个课程的话呢 全部就给它 就是手写画图 让大家更能充分的去理解它 好 那关于这个腹脏的这个原因呢 主要就是这种炎阵的渗出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一线炎呢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这个内科烧伤 说明什么问题呢 因为烧伤我们都知道 会丢失大量的这种水分 电磁质 那这个一线炎的话呢 为什么叫内科烧伤呢 这顾名思义也肯定会丢失 大量的炎阵的渗出 各种电磁质等等等等 对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很好理解了 这些炎阵的渗出的话呢 当然就会导致这种肠麻痹 那至于这个恶心和呕吐的话呢 没什么好说的 还是那句话 消化系统疗疾病 有恶心呕吐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至于这个吐后不缓解 我觉得这一点不重要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疾病都是吐后不缓解 对吧 我们讲了很多 所以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吐后缓不缓解 来决定它到底是哪个疾病呢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对不对 好 那么至于这个腹膜炎 这个腹膜炎的话呢 这个是这样的啊 它因为一线炎呢 我们把它分为轻症一线炎和重症一线炎 有人说老师不是叫什么水肿心一线炎 和这个初学坏死心一线炎吗 你说的那个呢 是叫病理分型 咱们这个临床分型呢 只是分为轻症和重症 轻症一线炎的话呢 它就仅仅只是有上腹部这个箭图下的一个丫头 这个腹膜刺义症的话呢 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或者其实有呢 也是比较轻微的 但是重症一线炎就不一样了 重症一线呢 就是非常明显的 全腹肌炎 压痛反中的阳性 那甚至会出现休克啊 当然了 也会出现咱们非常熟悉的 酷脸症跟突脸症阳性 就是皮下的出血斑呢 当然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重症一线呢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既然出血坏死 当然就会出现这个皮下的出血斑呗 太好理解了 好 那至于这个休克 这个休克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重症一线炎的患者 可以出现这种休克 那么这个出血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的话呢 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叫弹粒纤维酶 这个弹粒纤维酶呢 损伤了血管 诱发了这个DIC等等等等啊 它就会导致这个腹腔内的一个出血的问题 那么回头呢 考试就有可能考到一道题目 或者问你这个出血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答一旦美激活新容系统 弹粒纤维酶損伤血管 所以导致了回头呢 它可能会考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但是这个知识点的话呢 又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它是考点 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 至于这个出血的两个斑呢 就是一个叫突脸征 一个叫做扣脸征 我们需要找出它的这个位置 这个扣脸征的话呢 是这个腰腹部的青子斑 而这个扣脸征呢 是其周的一个青子斑 其实吧 这个东西也是很好记的 你看这个扣脸征 我把它称之为吐征 那我吐 我怎么吐呢 我在那扶着腰在那吐 哇 我扶着腰吐 你就看我这个动作就行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coolen征 这个coolen征呢 是其周 而这酷呢 是裤子 这裤子记在其周 你就这么去理解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记住了 好 行 这个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 那关于诊断和它的界美诊断 这个地方呢 就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移酶的测定了 那最为常用的呢 当然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血尿电脑煤呗 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些数值 我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电脑煤呢 这个血电脑煤啊 在24小时达到最高峰 回头考试问你多久能达到最高峰 这个数值请同学们要有个印象 这个其实也很好记 24小时正好是一整数原则 我们就搞定了 但是知道一提的事 咱都知道 这个电脑煤的高低呢 和严重程度是不成正比的 那问题就来了 那它跟严重程度不成正比 到底是什么东西 跟严重程度成正比呢 这就是血糖和血盖 应该这么说 血糖越高 病情越重 血盖越低 病情越重 那当然同学们会说 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 胰线呢 它是一个内分泌和外分泌 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线体 既有内分泌功能 又有外分泌功能 那内分泌功能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激素 对吧 它能分泌胰岛素 所以胰岛素分泌不出来了 因为胰岛素肯定会受的影响 所以当然就会出现血糖的增高 所以血糖越高 说我们病情也就越重 那至于为什么血盖 跟它也有关系呢 这个地方的同学们 也听我说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坏死物质 它会跟钙离子结合 所以如果说被结合的钙离子越多 那血盖肯定就越低 那血盖越低 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坏死的东西也就越多 因为为什么血盖低了 全部跟坏死物质结合了 就这么回事 明白这意思了吧 好 尿电煤呢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尿电煤啊 它受尿电的影响太大了 其实在相关专业制度当中 它没有考点 当然了 如果考普埃科的同学 你们考专业实验能力的时候 这个地儿是有考点的 是因为它的考点在哪 回头咱们再说 不着急 好 那脂肪酶 脂肪酶呢 是发病24小时以后才开始升高 所以啊 通常来说 医生就诊比较晚的一线炎患者 我们就可以给它插脂肪酶 那至于影像学检查 它在我们考试当中地位在哪呢 比方说超生 这个超生的话呢 主要是可以用来发现胆元性银腺炎 还是那句话 但凡只要是胆道的疾病 咱首选的就是B超 搞定了 那至于CT CT的话呢 一方面是具有诊断意义的 另外一方面呢 还可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这点请同学们注意一下啊 所以其实我们诊断银腺炎呢 一个看的是电粉酶 还有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检查 还可以通过症状和体征来进行判断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CT是可以用来定性的 而且可以判断严重程度 好 至于核磁 核磁的话呢 主要是MRCP 核磁这个胆道造影 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这个胆道的结实了 还包括这个胰管的这个解剖的一些异常 那这个呢 我们就知道 行了 其实在考试当中啊 相关这专业知识当中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考点 但是在专业实验能力当中 是有考点的 回头我们再说啊 不着急 好 简单标准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症状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脑酶 还有一个就是影像学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CT 好 直到一提的是 我们这个电脑酶呢 或者是脂肪酶呢 要高于正常值的三倍 同学们这个地儿呢 肯定又在纠结一个问题了 有人就会说 老师那你得跟我说一下 这个电脑酶的正常值是多少 那回头的考试的时候 我碰到了才能知道啊 好 同学别着急 这个值点的话呢 我们不去管它正常值多少 为什么呢 你看同学们 我其实在上课的时候 我很少让大家去记正常值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啊 这些正常值的话呢 有一个此处无因三百两的原则 比方说 举个例子 一个病人暴饮暴食之后 出现了持续上午痛 你看他说到这儿之后 我们知道是他是一线炎了 这个时候呢 提干当时又给你整了个电脑酶出来 是不是就想告诉你 他们电脑酶肯定增高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时候 咱需要记住他这些东西 不需要 咱没必要记住太多东西 而且有些东西 咱平时在临床上也可以进行积累 所以平时我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很少让大家去记住某些指标的正常值 因为如果要记的话呢 也很难记住啊 平时又不用的 就很难记住他啊 好 那关于他的并发症 这并发症讲了这么一堆呢 其实这儿八经 要考点地方并不是特别多啊 比如说我们常考的一个甲心囊种 这个经常考到 这个题目他怎么考呢 大概就说一道体 一个人 一道体目这么考 一个人是得了一线炎 然后过后呢 这个一线上面有一包块 或者腹部有一包块 请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形成了这个甲心囊种 这个地方请同学们注意一下 那么至于其他的 这纳的一堆的东西啊 其实就不重要了 我们不用去管纳 扔一边去 好 我们看这道题 下来有关急性一线炎的各项检查当中 最早出现异常的是什么 有脂肪酶 有血清正铁 这个血白蛋白 电粉酶 尿电粉酶 还有这个乳酸脱气酶 同学们是哪个呢 那肯定是血清电粉酶 对吧 所以本地大呢 我们选的是C 至于4D这个尿电酶 在相关专业知识当中 其实真心没什么太多的考点 因为还是那句话 它受尿带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甭管它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治疗 治疗的话呢 你肯定分为非手术治疗 和手术治疗两大块吧 首先呢 明确一点 一线炎呢 也算是肌腐症 我说了 只要是急性腐痛的疾病 最基本的治疗 肯定就是近视胃肠减压 所以这个呢 就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了 那么至于其他的呢 因为这个一线炎呢 我说了 它叫内科受伤 所以肯定是需要补业 防止修课的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呢 它会痛啊 所以对症处理呢 我们要解击止痛 同学们 这个地方马上一个考点出来了 同学们 我们都知道啊 能不能有马飞啊 哎 理论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马飞呢 可以引起欧帝尔库域金卵 对不对 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以使用 所以尽量不用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九百教材的偏偏呢 就提到的一个观点 马飞虽然可以引起 可能同学就很纠结 他说老师这个九百教材 有这么一句话 那我很纠结 那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呢 同学们 我们的原则还是这样的啊 他虽然说了啊 虽然可以进 欧帝尔库域的这个激张力增高 但不影响欲后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咱能不用就尽量不用呗 那省得让他 非要让他这个激张力增高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啊 所以我们还是依旧可以用什么呢 这诊断明确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来减精的药 642啊 阿多品呢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那实在不行的时候 可以加点非载体 和入阿片类的药物就行了 好 那至于其他的呢 这一堆的话呢 请同学们听我说就完事了 所以一线炎呢 咱在写病例的时候 怎么写的呢 一般都是这样的 患者主因 暴饮暴食后 出现持续上午痛 三小时入院 入院后查电煤增高 考虑为急性一线炎 入院后给予 浸食 胃肠减压 补液 解经 止痛 抑制腺底分泌 益酸 护卫 营养 支持等治疗 今治疗后 患者病情好转 寝室主任后 今日与出院 咱在写这个出院小节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这么写的 对不对 所以这块后边这些东西 咱就能理解了 为什么要益酸 为什么要这个护卫 为什么用抑制腺底分泌 这个是什么增长益素 我们就能明白了吧 所以同学 你可别小看 平时咱这积累的这些出院小节 这些东西啊 在专业实验能力 它的作用大着呢 为什么呢 因为回头专业实验能力 考试的时候 他就问你 该患者应当做哪些治疗的时候 那其实不就是把 刚才咱们背的这些东西 给他写 就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好 这边营养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 至于这抗感染治疗的话呢 还是那句话 指而辅向能感染的 一般都是大肠和这个硬氧菌为主啊 就是刚才是阴性杆菌 再加上硬氧菌啊 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 往后走 好 那么至于这个手术治疗呢 通常来说啊 像这个重症一线炎 也就是出血坏死性一线炎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术治疗 这个手术治疗呢 其实这个术势呢 不用我说 大家能推导出来 重症一线炎呢 叫做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那既然叫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那当然他的术势呢 是把坏死组织 给他进行清除和引流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那么关于他的这个适应征的话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其实也是符合前面我们讲的内容呢 你看不能出败其他疾病症的时候 有和平症 对吧 伴有这个胆总管下段耿阻 或者胆道感染 有和平症 和平的穿孔大出血 假象当中有和平症 对吧 有和平的激发感染 对吧 只要有和平症 那就可以认为是手术的适应征 那不就搞定了吗 好 行了 这个就说这么多啊 那另外呢 这个胆原性一线的手术治疗呢 目的肯定要解除这个梗阻和引流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胆原性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共同通道受阻 我们得把这个原发病给他纠正 对吧 如果仅有胆能结实的 把胆能给他切掉 那如果说一线病情比较严重的呢 我们肯定要等病情稳定之后 再切除这个胆呢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你比方说 这人是一个重症一线炎 这个血压都不稳定 你说这时候咱敢做手术吗 也不敢 对吧 好 如果是胆道梗阻 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 那这个时候咱得干嘛呢 那这个胆道梗阻 咱得把这个梗阻给他解除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么就是欧历式括异机 给他切开 进行引流 要么呢 就是这个取食鼻胆管引流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们都要给他解除这个梗阻就成 好 行了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一个40岁的男性 饮酒之后呢 突发腐痛24小时 腐痛剧烈 呈持续性 腐痛从这个上腹部很快波及到全腐 伴有恶心呕吐 查底腐部棚楼 全腐机竟然有压痛反应痛 这个Q连征阳线 哎呦 一看到Q连征阳线 是不是一定就是重症一线炎了 至于这个店没了 咱甭管它 后边呢 其实就不用看了 其实就问咱们 这个重症一线炎 也叫出血坏死心一线 我们的处置应该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赶紧坏死组织的清除 加引流处呗 所以本题答案呢 我们当然就应当选择的事 一选项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一个男性45岁 酗酒后8小时 出现中上腹部疼痛 放射这两侧的腰部 半恶心呕吐 体检腹部有压痛 积紧张 即使两侧的腰部出现 这个蓝棕色斑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出血斑吗 好 同学们 这个腰部有的话 这叫什么针啊 这叫突的针 对不对 扶着腰在那里吐 你就这么去理解 就行了 好 血压呢 还是七色的武术 有修课了 应当考虑是重症一线炎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我们当然就选择是4D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文 现在的检查项目 应当首先选择的是什么 因为是一线炎嘛 那首先选择呢 当然肯定是电脑煤吧 所以本地答案呢 我们选的是4D 好 在诊断稍微明确之前 不应该采用的是什么 好 进食胃伤检压 是最基础这条可以 但马菲呢 最好不要用 因为刚才说了 它可以引起 欧底尔护育基金卵 虽然它不影响育后 但是能不用 尽量还是不用 对吧 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原则啊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急性一线炎讲完之后呢 现在咱们进入到 这个慢性一线炎 这个慢性一线呢 也叫慢性复发性一线炎 我们首先从字面上理解 这个疾病啊 同学们 你想这个一线呢 它是既有内分泌功能 又有外分泌功能 它是我们人体 非常强大的一个消化线 对吧 所以当我们这个 外分泌功能不行的时候 那它的消化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那内分泌功能 出现问题之后呢 它的一些内分泌的激素 已经会减少 所以同学们 我就想问问大家 你说说看看 这个慢性一线 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 它的消化功能 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患者的话呢 它可以出现脂肪线 而且呢 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瘦 对不对 是的 那它的这个 内分泌功能不行了 不能分泌胰岛素了 那会不会出现 血糖的增高啊 会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 这个慢性一线炎的话呢 它会出现一个典型的 这个四连症 分别是腐痛 为什么会腐痛呢 道理很简单 一线属于消化系统级 都可以出现腐痛 消化不良的时候 会出现脂肪线 消化不良就会特别瘦 对吧 所以体重减轻 那这个胰岛素的 分泌量减少之后 就会出现糖尿病 就是血糖增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四连症 它的临床表现 咱就说完了 可是问题就来了 可是到底是什么疾病 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呢 这个地方 马上有一道A型体的烤点出来了 最为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是长期的大量饮酒跟抽烟 当然同学们可能在纠结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你就甭管它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马上一道A型体出来了 搞定 那么至于其他的病例呢 有人说是这个遗传因素 也有人说是 跟自然免因素有关 所以从这个上方可以发现 无论是自然免因素 还是大量饮酒和这个吸烟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有一个特点 可以损伤这个胰线 所以我现在说完之后 大家能找到它的原因吧 好 也就是说 长期慢性的一个 对胰线的一个损伤 从而导致这个胰线 就出现了病变 好 所以那问题就来了 你长期攻击这个胰线组织 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 这个胰线是不是就会发生萎缩 久而久之 这个胰线就会出现纤维化 是的 所以同学们 我们来猜一猜 你说这个慢性胰线炎的患者 如果我们在树中 去处理一下 你说这个胰线 它是非常的软 还是变得比较硬 那肯定变得比较硬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至于它的转规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无论是内分泌功能 还是外分泌功能 都会失调 而且这个胰线的食指 会出现不可逆的组织病例去改变 为什么呢 纤维化了 纤维化的就是纤维组织增上 那肯定是不可逆的 对吧 所以它的临床表现 就是刚才我说的 腹痛 我们有这种四连针 对吧 腹痛是它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至于它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比如说见头下 或者偏左 这其实就是一线的所在地 所以没什么好处的 包括 往这个肩背部放射 为什么往后 这个背部放射 刚才咱也说过了 因为这个一线的话 它是腹毛后的脏器 就怎么回事 一线功能低下的话 自然就会出现各种 跟它消化不良的表现 比如说爱气 脂肪线 等等等等 脂肪线等等 包括糖尿病 黄胆的话 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纤维增生之后 英文我说了 胰管和胆管 它是共同开口的 那这个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压迫 这个胆重管 所以自然就可以出现黄胆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知识点 给大家伙讲的这么详细呢 因为回到考试的时候 它可以问你 下来关于慢性 一线炎的临床表现 哪线说法是正确的 哪项说法是错误的 它可以考这么个题目 所以呢 我才给大家说的这么细致啊 好 行嘞 往后来 关于它的诊断 诊断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难啊 就是点下了临床表现 再加上我们的腐质检查 就是我们比如说 像电粉酶啊 这个 因为这个分泌障碍呢 我们发现电酶反正不高 你别以为 哦 一线炎的话呢 都会电酶酶增高啊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有这么一堆的 这个腐质检查啊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堆的腐质检查 有人就会说 诶 等等啊 我看了第一条的话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这个一线部位 会出现这种概化点呢 这是为什么呢 好 同学们 我们在第一个次 接触这个概化点的时候 你们是在哪接触的呢 或者我说到一个 一个脏器出现了概化 你能首先想到什么疾病呢 请同学们先帮我思考呀 这个问题 有的同学可能就说 诶 老师你要说到这呢 我突然就想到结合了 诶 可是为什么结合会出现这种概化造呢 诶 同学们会说 诶 老师啊 这个我知道慢性疾病 那不就得了吗 那不就结了吗 所以这个慢性一线 出现这概化 是不是很好理解啊 诶 是的 而这个概化的话呢 又比较讨厌地方在哪呢 因为这个一线的话呢 它是这个有仪管结构的 比如说这个概化呢 正好这个地方的形成了结石 跑到这个仪管里去了 那同学们 我想问问大家 你说此时的话呢 这个一夜的分泌 是不是也会遭到影响 诶 他出不去嘛 出不去以后呢 我想问问大家 那此时这个仪管的话呢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扩张啊 诶当然可以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你看 就沿着仪管的方向呢 可以看到这个仪石影 我们就能理解了 然后这时候作为超商 我们能就能够理解 哦 为什么会仪管扩张 为什么会有囊种的形成 我们现在能明白了吧 哎 包括这个仪线的话呢 也可以相对来说会肿大一些啊 就相对于这个地方发生了堵塞啊 当然了 有人就会说了 诶 老师 那这个地方你不是说线里萎缩吗 那意味着这个仪线 是不是也可以缩小啊 当然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CT 这个CT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就认为它是B超的一个升级版本 就行了 就相当于你B超你能看到的 我CT当然就更能看到 所以我当然能看到有没有概化 仪管有没有扩张 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结实 有没有这种囊种的形成 我是不是都能看到非常的清楚 对吧 那么这MRCP呢 叫做核磁胆管造影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仪管啊 分支胆管啊 包括这个分支的仪管呢 还有这个胆子管的影像 我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对吧 那么至于这个ERCP的话呢 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个MRCP的一个升级版本 因为它是有创的嘛 它看得更加清楚 那所以它能看到什么 它也能看到这个仪管里的一些特点 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胆管里的特点 对吧 所以最典型的表现是不规则的串珠样扩张 为什么扩张 原因我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相当于这个仪管里面长一时 那这个仪管能不扩张吗 铁证可以扩张 对吧 很好理解 好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关于慢性一线炎的CT表现的描述 错误是什么 哎 仪管出现不规则的串珠状的扩张 没问题 可以出现啊 仪管可出现狭窄也没问题 那这个C呢 说一线周围出现明显的水肿 哎 这个就错了啊 为什么错了呢 因为明显的水肿的话呢 通常来说是这种急性一线炎 也就是水肿性一线炎的一个典型表现啊 所以这道题大家能选择是C选下 好 那么至于这个一线可见概化没问题 可发现假硫囊种也是正确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鉴别诊断 这个鉴别诊断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 在我们考这个相关专业知识当中呢 是没有特别考点的 所以只需要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但是在专业实验能力当中 它是有考点的啊 比如说像专业实验能力当中 这个要跟这个一线癌进行鉴别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他出一道题 该患者要考虑哪些疾病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疾病给他弄进去啊 所以这个知识点的话呢 我们在相关专业知识当中 我们不管他啊 给扔一边去 好 关于他的治疗 治疗的话呢 非手术治疗的话呢 就是一般的一些治疗啊 比如说像这个疾病呢 既然他是这个烟酒的话呢 是一个危险因素 那我肯定要把这个地方给他戒掉 对吧 那这没什么好处呢 其他对症啊 就是该阵痛阵痛 该营养支持 营养支持 另外的话呢 因为消化不良 所以呢 像这个脂肪组织啊 肯定要少吃点 因为消化不良嘛 因为这个疾病会有脂肪线 那所以这个脂肪组织肯定要小吃 多吃这个蛋白质和碳水化物 不要去暴饮暴食 这些都很好理解 特别这个地儿的话呢 考这个专业实验能力的时候 他可以出这么一道题 下列关于他的治疗哪些是正确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啊 当然考这个相关专业知识的时候 也可以出这么一道题 关于慢性疑险的治疗 哪项说法是正确的 或哪项说法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也得注意一下啊 像这个医媒 就是特别是有这种脂肪线的患者 我们可以使用 所以言相之意呢 可以出生这么一道单选题 大概说一个人啊 这个时候呢 他说这个胰线上有钙化啊 比如说做B超胰线有钙化 有脂肪线 请问你该患者应当首选的治疗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医媒啊 因为脂肪线的话呢 相当于消化不良嘛 我就给他补就是了 好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他的目的啊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呢 我们刚才说的 他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对吧 不可逆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没办法治愈 所以我们的目的的话呢 其实就是减轻他的疼痛 延缓病情的进展啊 如果说合并症的时候 那咱就毫不犹豫的给他切掉 这就是他的适应症 好 那关于他的术室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看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比方说他是虎腹部有狭窄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他做这个 ODIER扩椰基切开 就相当于狭窄了 我就解除这个狭窄 那如果说呢 这个病人的话呢 他是有这种石头的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石头 给他取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很好理解 那如果是有严重的 这种纤维化 这个时候呢 又没有疑管扩张的时候呢 我这个时候 可以把疑线给他切除掉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严重的纤维化 我们就认为是没有用了 对吧 我说了 只要是要没有用的东西 坏死的东西 我们就给他切掉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根据这个病变的话呢 我们再来决定是做遗体 还是做这个全疑的切除 相当于没有用的 我就给他切掉啊 或者是做灰盆处 如果是疑头出问题了 我就做灰盆呗 就是意思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当然有的同学会 可能会说 这个地方怎么还有 移管控张吻合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 比如说啊 这个移管呢 发生了耿阻 那这个时候能把石头取出来 我现在为了解除耿阻 我可以做个 移控张的吻合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跟大家说 只要是胆道发生耿阻了 只要胆道发生耿阻了 我们就做胆长吻合 那同理的话呢 移管发生耿阻 我们是可以做这个 如果是这个病变的地方的话呢 是这个移头 那我可以切除 这个移头的病变的部位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相当于啊 给它做 移线的切除 移头切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病变的地方切掉 这个时候呢 相关的这个 移管呢 我们也可以通畅 也就可以达到一个 移管引流了这么一个目的啊 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好 往后来 我们看这道题 下列为ERCP 逆行移胆管造影的试行生 除了哪项之外 好 移线还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急性移线员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因为我们还专门说了 这个检查 可以诱发急性移线员 所以既然如此 这道题答案呢 当然就选择 二B 像胆管癌 什么胆管结石 还包括什么严性的狭窄 我们都可以通过ERCP 来进行检查 都没有问题啊 好 再来看这道题 这个移线疾病 和这个胆道疾病 相互关联的解剖基础 是由于什么 A是移管和胆子管 两者的解剖的位置相近 B呢是有共同通道 共同开口 肯定这道题答案 咱们选的是2B 就出来了 至于其他的 肯定都不是啊 好 往后再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下述关于 环状一线的说法 恰当的是什么 A 本病属于先天域疾病 没错 主要的表现为 黄胆和这个腐痛 这个就错了 对不对 因为它 环状一线是长得 十二指肠上面的 所以它应该导致的问题 应该是呕吐啊 所以不应该是 腐痛和黄胆 虽然它可以出现黄胆 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表现 所以 环状一线组织 当时没有胰岛细胞 错了啊 临床比较多件 应该错了 应该是比较少件啊 异尾一线 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对吧 那异呢 是这个手术治疗 为本病的治疗手段 这句话是对的啊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了 但不然只要是先天域疾病 我们都是手术治疗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